我们之前讲了这个矩阵的加减数乘乘法转置这些 那我们讲了加减乘还差一个除法 对矩阵来说我们怎么样定义的除法 定义它的除法 那实际上说 我们不是定义除法 而我们是定义一个叫做inverse 它就是逆矩阵 好 那么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那么如果A和B 它是square 那么matrix就定义是square matrix 而且AB相乘以后是一个identity matrix 就是单位矩阵 或者说是BA 那么我们就称B等于A的负义是逆矩阵 它是A的逆矩阵 这是它的定义 如果A和那么同样的话 我们A也可以是B的负义 B的逆矩阵 那这个时候我们称A是invertible的 A是可逆的 如果A有逆矩阵 那它就它就是叫做可逆矩阵 那么如果A如果不是可逆矩阵 我们称A是singular 这是相当于定义处法 我们知道A除 我们在数里面 我们知道A除以B是等于A乘以B的receptical 它的倒数它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要定义在矩阵里面定义处法 我们要先定义它的一个逆矩阵 这是它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一些简单的例题 例如说 如果A它是等于 例如说 2 5 3 7 B B等于 负7 负5 3 2 那我们来看看 A乘上B 等于2 负5 负3 负7 乘上负7 负5 3 2 3 2 对 对 那么我们看 27 负14 加15 这是1 2 乘上负5 和5乘上2 加起来是等于0 负3乘上7 负7乘上3 加起来等于0 负3乘上负5 15 负7乘2 负14 所以加起来是等于1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按照DEB等于A的逆矩症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A是B的逆矩症 那么它们是逆矩症 它们相互是负为逆矩症的 这是我们逆矩症的定义 那么对最简单的一种情形 我们怎么样去算出它的逆矩症 如果A是2 by 2的matrix 是2阶的 A如果是等于A B C D 那么它的逆矩症我们可以直接写出来 它是等于A D-B C分之1 然后里面是D-B-C A 把B和C换个复号 A和D换个位子 然后除以它们主对角线相乘减去负对角线相乘 这个证明倒是不难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 直接把它的负义设出来就可以了 当然说是 我们当然要provide的 A D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先这么说 A D-B C不定义 那么我们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写出来 如果A D-B C不定义0 那我们可以说 A等于A B C D invertible 那么只要A D-B C不定义0 那这个A就是invertible的 而且它有这样的表达式 我们应该把这一句应该加在中间 那这个证明可以是很直接的 用英语文写 证明很直接的 我们设A的负一 例如说我们是 我们设成什么呢 是乘A X1吧 X1 X2 Y1 Y2 那我们看一下 A乘上A的负一 这个应该是一个identity 就是一个单位矩阵 那A B C D 乘上X1 X2 Y1 Y2 这个要等于1001 直接证明 直接去计算就是吧 那么A X1加上B Y1等于1 A X2加上B Y2等于1 C X1加上D Y1等于1 和C X2加上D Y2 这是要等于1 解阵的一个方程速 那我们看一下 用矩阵的方式来解 就是A X1 我们写 用这个写成X3 好一点 A X4 这是X3 A X4 这是X4 这是X3 这是X4 那么就是 A B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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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李 A B A 李 B 李 C 李 D 李 李 李 C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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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截这样的一个方程 我们可能直接算可能还好一点 可能直接算可能还好一点 我们用第一是乘上C 第三是乘上D 第三是乘上C 第一是乘上D 第三是E乘上D 减去3乘以B 我们得到的是 AD-BC AD-BC 所以X1等于D 第一是乘上D 所以X1等于D 除以AD-BC 第一是乘上C 减去第三是乘上A 那我们看到是 第一是乘上C 第三是减A 那么就是BC-AD 那么X3等于负 第一是负C 所以X3等于C 我们把分母 我们把分母都写成AD-BC 我们看这个符号 第三是乘上A B C 第一是乘上C B C-AD 那等于C 好 那么我们这是负C 我们把分母 都写成AD-BC 然后第二是乘上D 减去 第四是乘上B 第四是乘上A B B B D 第四是乘上B 第四是乘上B 所以是AD-BC X2 X2 AD-BC 那么 第四是乘上B A 所以说等于负B 所以X X2 等于B 负B 除以AD-BC 然后第二是乘上C 减去 第四是乘上A 那我们就是 B B C-AD X4 那么是等于负的A 好 X4 就等于 A除以AD-BC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A-C 我们把AD-BC提出来 那么X1是 X1是D X2是-B X3是-C X4是A 那么这样就证出来了 这个可以直接证明 好 利用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 求的二阶 二阶方正的逆矩正 我们看一下 Find inverse matrix A它是等于 3 4 例如说1 2 这个证明 就比较简单 那么 A是 A的Inverse 我们知道是 AD-BC 1分之1 那么是 D-B -C A 那么 AD-BC 3乘2-4 那么 那么 就是1分之1 D是2 B 是4 所以变成-4 C是1 变成-1 A是3 所以它是等于 我们可以写成 这是1-2 -1 和2分之3 这是利用2阶的 好 利用2阶的这个逆矩正的公式 所以2阶方正的逆矩正是比较容易求的 那么跟我们逆矩正逆矩正相关的我们不一定是2阶的啊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定理 Serum 第一个 如果A A A说 如果是一个可逆的矩阵 那么 这个Function组的解 方程组的解X可以写成是A inverse B 这个证明也相当简单 A AX Equals B 那么我们两边 左乘一个它的Inverse 那么A inverse乘上A再乘上X 等于A的Inverse乘上B 那么A 这两个我们可以先先算 因为我们我们知道矩阵的乘法它满足结合率 所以这是X 等于A的Inverse乘上B 因为A的-1乘上A A的逆矩正乘上A 它是一个identity matrix identity matrix乘上任何一个matrix 这个matrix都不变 好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用来记 这个定理其实是一种Claims rule 这个叫做Claims rule Claims rule Claims rule 那我们可以用逆矩正来求方程组的解 好 我们去解这样的一个方程组 是3X1加上4X2 这是等于2 X1加上2X2 这是等于1 那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A 是等于3,4,1,2 刚才我们已经算过了A的Inverse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它的解X 这是等于1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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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2分之3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它的解X 是等于2X2 A的Inverse A的Inverse乘上B 这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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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上2 1 好 1乘上2 2乘上1 所以在第一个是0 好 1-2乘上2 就是2 就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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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矩阵,用逆矩阵来求它的这个方程组的解 那我们看一下逆矩阵还有一些properties 第一个,如果先是逆矩阵,我们再求逆矩阵,就是等于A字解 第二个是,A乘上B,整个的逆矩阵是等于B的逆矩阵,然后A的逆矩阵 当然说,我们其他的条件是AB都是可逆的 如果A可逆,那么它的转质矩阵也可逆,转质矩阵的逆矩阵是等于逆矩阵的转质 也就是说,转质和求逆,它们是可以交换的 那这个证明倒是 这个证明倒是不蓝 这个证明不蓝 那么我们看到 A AB如果是等于identity 那么 我们也就知道,如果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AB是等于A的复义 B等于A的复义 那么我们看一下 B的-1乘上B 它就应该是等于identity 那么两边同时乘上 两边左乘一个 两边左乘一个 A,又乘一个A 我们可以看到B乘上B的inverse 我们可以看到B乘上B的inverse 也都是identity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那两边同时乘上A吧 A B B的-1 这是等于A A 所以我们看一下 A,B是identity 所以说B的-1是等于A 那么B本身是A的-1 所以B的 B本身是A的-1 所以是A的-1再-1 这是等于A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需要A,B的-1 我们 我们直接用后面这个来证明 那么 B-1乘上B-1 A-1 那么我们再乘上A,B 这是等于B的-1 A的-1 然后是A 然后B 那么中间这个是identity 所以是B-1 I 然后B 是等于B的-1 B 所以是等于I 那么我们看这是一整块 这是一整块 所以说A,B的-1 说等于B的-1 A的-1 如果相乘以后再求逆矩症 那么拿出来了以后要变顺序 第三 那么我们可以看 A AT 再乘上AT的-1 然后我们写 我们写A-1的T吧 这样子来证明 比较好证明一点 那么我们知道 两个矩阵相乘的 转置等于先 先交换一下顺序 等于是交换一下顺序 再 转置 所以是等于I 所以我们得到 AT的-1 AT的-1 这是-1 那么它 因为它乘上它 等于一个identity 所以 所以后面这个 是前面这个的 逆矩症 AT的-1 是等于A-1的T 这是逆矩症的一些基本的性质 的-1 是-1 2 3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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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